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大乘起心论 那么我们上一讲讲到了如何破罚我见者 讲完这一段了 有些同学反映说这一段讲完以后还有些不太清楚 我们今天再在一起重新复习一下 所以我们还是从罚我见者 开始讲起 这个我们还是把经文读一遍 罚我见者 以二乘顿根 世尊但未说人无我 彼人便于五蕴生裂 必敬执着 不为生死忘取涅槃 罚我见者 他就解释什么是罚我见呢 以二乘顿根 因为二乘了 他的根比较顿 他不能接受呢 这个 这个法我 他只能接受人无我 那么世尊但未说人无我 世尊只为他们说了 人无我 这个法 彼人便于五蕴生裂 必敬执着 彼人就指的是小乘 二乘 他们呢 然后便于就是 然后呢 对于五蕴法呢 就开始深深的执着 彻底的执着 毕竟执着 一直执着 就这意思 那么世尊跟他说 人没有我 而人呢 是由五蕴法 合合而成的 所以 人的生死 生灭 实际上是五蕴的生灭 那么二乘呢 对五蕴的生灭呢 还是害怕 不为五蕴生灭的这种生死 忘取涅槃 忘取涅槃 就是他们想摆脱五蕴的生灭 达到一个涅槃的境界 而涅槃的境界 为什么说是忘取呢 因为 没有这种涅槃 五蕴法灭掉的 他们所说的这种涅槃 我们看 偶一大师的开示 我们就明白 为什么说 他是忘取涅槃 那么凡夫忘记 我们下面学习 偶一大师的列网书 对于这一段 起心论的开示 凡夫忘记 五蕴为我 我所 凡夫错误的认为 五蕴是我 是我所 流转生死 凡夫的问题是 把五蕴 当成了人我 在五蕴上面建立了人我 和 既然有了人我 就有人我 所拥有的东西 叫我所 所以 他们流转生死 就是 忘记五蕴 为我和我所 是流转生死的因 这个生死 我们说 叫 阶段生死 不是变异生死 那么 由其 往昔 曾种 二乘善根 由其 其呢 就是这些 凡夫 由于 这些凡夫 往昔就过去 曾种 二乘善根 曾经种下过 能够接受 能够接受 小乘佛法的 这个善根 佛斗笔基 佛斗笔基 佛根据 他们的根基 为说 五蕴生虐 本无人我 为他们说了 一种佛法 说呀 五蕴生虐 本无人我 实际上 你说的那个人我呢 是没有的 它是五蕴的生灭现象 没有人我 只是五蕴的生灭现象 原不曾说 五蕴是实法也 原呢 就是原来 世尊在世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说过 五蕴法 是实法 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是由自体的 是由自性的 比 自 毕竟 执着 世尊 他老人家 并没有说 这个五蕴法 是实法 比 自 就是哪些 自 比 是谁呢 就是 往昔 曾中 二乘 善根的 那些凡夫 听了 释迦牟尼佛 给他们讲了 人我 只不过是五蕴生灭 这种现象之后呢 他们 自己 就 非常坚决的执着 毕竟执着 执着什么呢 不 毕竟执着 毕自 不是 释迦牟尼佛 跟他们讲了 五蕴 实法 所以他们太执着 是他们自己 对五蕴法 产生了执着 因为世尊在世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说过 五蕴法 是实法 他们是自己 产生了这种执着 这不能怪罪于 释迦牟尼佛 就这个意思 然后 欧依大师接着说 不达五蕴本空 所以不为生死 不达就是不明白 五蕴本来是空的 所以呢 他不知道他是空的 他认为他是真实的 他毕竟执着嘛 所以呢 他不为生死 五蕴的生灭 那么因为害怕五蕴的生灭 畏惧五蕴的生灭 所以呢 他们就想取 涅槃 摆脱五蕴的生灭 他们认为 在五蕴的生灭以外 是有一个状态 是涅槃状态 我们要取得 这种涅槃状态 那么 旺取涅槃 后边我们就会解释 为什么说他取的这个涅槃 是旺的 伪于 大乘平等法门 欧依大师接着说 他这样一种 不为生死 旺取涅槃 伪于 大乘平等法门 这样一种不威 这样一种忘取 把生死和涅槃 分成二法 这样一种 做 这样一种认识和做法 伪于 大乘平等法门 因为大乘法 是平等的 没有生死 也没有涅槃 你看我们学 这个 你看我们学习前一段 我们喜新论刚开始说 是真如法 那真如呢 我们一言说建立 有二种别 一呢 叫真实空 究竟远离不实之相 显实体固 二 真实不空 本性具足 无量无边功德 有自体固 那么第一条 我们用言语来描述真如的时候 我们说真如有一个特性 叫真实 它是真实的 但是它是空的 那么 这个空 是讲的里边没有任何像 所以它说 那个 它说 言真实空者 为从本以来 一切然法不相应故 离一切法差别相故 无有虚妄分别心故 应知真如非有相 非无相 非有无相 非 非有无相 非一相 非意相 非一意相 非 非一意相 就是这意思 就是说真如里边 没有 有 那你这个小乘 生死涅槃 这不是都是有吗 一切然法不相应故 你生死和涅槃 这是二法 二法就是然法 在真如里面是没有的 那么大乘 他解释了真如的现象 没有 离一切法差别相故 生死和涅槃 是二法 是有差别的 它是具有明显的差别相的 生死是生死相 涅槃是涅槃相 而真如里边没有这二法 所以真如里边 离一切法差别相故 那一切法都是没有差别的 都是平等的 所以他这样 不为生死忘取涅槃 想舍弃生死 取得涅槃 就把本来是平等的真如 分成二法 这就违背了大乘的平等法门 岂如来说法之本意在 这哪是如来当时说 人无我 为了方便建立了五蕴的 这个说法的本意呢 释迦牟尼佛的本意 可不是让你执着 有一个五蕴的生灭 然后你再去取 一种涅槃状态 忘取涅槃状态 这不是释迦牟尼佛 当时说法的本意 怎么会造成你有二法的概念呢 那个佛在世 他说法的本意 肯定是要建立一种 平等法门的概念 这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 这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 下面 为了破这种法我见者 起信论是这么解释的 那么 他说 为除此值 这是起信论的原话 为除此值 明五蕴法 本性不生 不生故 亦无永灭 不灭故 本来涅槃 若究竟离 分别执着 则知 一切 然法 敬法 皆 相待力 事故当之 一切诸法 从本以来 非色 非心 非智 非识 非无 非有 毕竟 皆是不可说相 他就解释了 为什么 这种值 是错误的 为除此值 为了除掉此值 这个法我见 这种邪值 明 我们应该明白 五蕴法 本性 不生 五蕴法 的本性 是没有产生的 它是没有生起来的 是没有这五蕴法的 不生故 它从来就没有产生过 亦无有灭 那它灭的是什么呢 也就没有 也就不存在灭 不灭故 不用灭 本来 涅槃 它原来不是涅槃 你就要给它灭掉 它本来就是涅槃状态 因为它没有生 它就没有灭 你要灭了 你才是取得涅槃 它从来就没有生过 它一直处在 就是没有生的状态 一直处在涅槃状态 是吧 没有生 就不用灭 不用灭故 不灭故 本来涅槃 如果本来不是涅槃的状态 那你可以灭掉它 它本来就是涅槃的状态 你就不能灭了 本来就是涅槃了 若究竟离分别执着 如果我们彻底的摆脱了 分别和执着 分别和执着 则知 一切燃法 净法 皆相待力 燃法 和净法 燃法 叫有漏 叫无明 净法 叫无漏 叫真无 如果你 如果你究竟离开了分别和执着 则知 一切燃法 净法 皆相待力 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因为有燃法 才有净法 净法跟燃法 是相互转换的 因为有燃法 所以才有净法 因为有净法 才显现出来 原来那个根源是燃法 它们互相转换 事故当之 一切诸法 从本以来 非色 非心 非智 非识 非无 非有 毕竟皆是不可说下 既然相待力 既然相互依存 那你就不能说 它们有自性 就不能说 它们是有自体 那么你就不能说 它是什么法 它什么法都不是 它们相对立 那么你说 我们说 因为有右 我们建立了左 左和右是相对存在的 左和右是相对存在的 既然左是依靠右 而成立 那你就不能说 这个左是独立的 你就不能说 它是独立于右以外 有一个独立的左 它是依靠左而成立的 所有的燃法 净法 全都是这样成立的 所以 所有的燃法跟净法 都是没有自性的 都是没有自性的 那么 你看我们前面 学习新论 说 这个 一切新实相 即是无名相 对吧 这是燃法 一切新实相 即是无名相 与本觉 非依 非意 本觉是净法 本觉就是法身 就是无露真如 与本觉 非依 你说它是依吧 它不是 你说它不是依吧 也不是 一切新实相 即是无名相 与本觉 非依 非意 非是可坏 非不可坏 这个新实相 这个无名 非是可坏 非可坏 不能破坏 非不可坏 非是可坏 非不可坏 它不是不能 它不是 它是不能被破坏掉的 不能被磨掉 也不是不能被灭掉的 一切新实相 即是无名相 与本觉 非依 非意 非是可坏 非不可坏 如海水与波 非依 非依 就像海水跟波一样 所以燃法 就相当于海水的波 净法就相当于海水 如海水与波 非依 非依 非依吧 你说这个波 那要体系论解释了 它怎么叫非依呢 波因风动 非水性动 你看水 它的水性是不动的 你波上面动了 我的水的湿性 并没有动 波因风动 非水性动 它这句话就解释了 波跟水 为什么不是依 波因风动 你波是因为有风 你产生动 而我这个水 它水性是没有动的 不是说你波一动 我水性 湿性就改变了 所以波因风动 非水性动 若风 若风止时波动即灭 你看 风一没了 波灭了 非水性灭 那水的本性灭掉了吗 没有灭 你看你波灭了 我的水性没有灭 所以你看 你有风 你动 我的水性没动 你没风了 你波灭了 我的水性没灭 这是它俩的非一的地方 非一呢 它就没有解释 那非一很明显 波就是水 水就是波 那么一切心实相 即是无明相 于本觉非一非意 非事可坏 非不可坏 如海水与波 非一非意 波因风动 非水性动 若风止时 波动即灭 非水性灭 众生亦耳 自性清净心 因无明风动 起时波浪 大家注意 自性清净心是净法 因无明风动 起时波浪 这个波浪从哪产生的 从自性清净心产生的 自性清净 众生亦耳 自性清净心 因无明风动 起时波浪 如是三世 皆无形象 自性清净心 无明风跟动 都没有形象 都看不到 那么 如是三世 皆无形象 众生亦耳 自性清净心 因无明风动 起时波浪 如是三世 皆无形象 非一非意 说它是意 不对 这有三件事 说它是意吧 它就是这一个水 有了风 起了波 全动了 是一桩事情 说起来我们说 有自性清净心 有无明风 有石浪 三件事 非一 实际上它就是这一颗心 实际上就是这一个海水 因了风 因为有风吹动 产生波浪 是不是一 就是一 如是三世 皆无形象 非一非一 那么它上面说 那么 无明灭故 石浪即灭 心性不灭 这就讲到非一的地方了 你无明一灭 产生的这个石浪 就灭掉了 智性不坏 它的这个自性清净心 是不坏的 那么你看到了没有 就是 破和和石灭 转石像 显现法身清净之故 你看法身清净之 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是跟和和石有关系 和和石破 撇掉了 破掉了 灭了转石像 那些东西就转化成 它的法身 所以转八石 乘四智 四智从哪来的 从八石来了 所以他们俩是相对 相互依存的关系 你看我们一心而有二门 心有生灭门 有真如门 真如门跟心生灭门 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真如是净法 生灭是然法 那么因为有不觉 一一觉过而有不觉 你看这不觉从哪来呢 是一一觉过而有不觉 那么为什么说 一一觉过而有不觉 生三种相 不相舍利 你看这不觉是因为觉 一真有望 那么这个不觉呢 你看这不觉 一一觉过而有不觉 一不觉而说有始觉 始觉即是本觉 你看不觉 因为有觉产生了不觉 因为有不觉 我们说有始觉 而始觉就是原来形成不觉的那个本觉 所以始本不二 那为什么你说要有始觉呢 因为他曾经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 从觉走到了不觉 相对于不觉来讲 他开始觉悟了 所以我们建立一个始觉的概念 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 是有一个独立的始觉 新的始觉 这个始觉就是原来变成不觉的那个本觉 就是原来是水成了冰 这个冰融化了又变成水 这个水跟原来那个成冰的水是一个水 非二水也 并不是二水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觉和不觉 这个无明跟明跟无漏 它都是相对存在的 相对存在的 那么他这句话意思很深 若究竟离分别执着 大家注意分别执着 一定是有境界出现的时候 你面对境界 你产生分别 再深一点的烦恼是执着 你看望静虚异有二种别 一增长分别虚 二增长直取虚 你看望静的出现 对我们这个望心的提供的能量 提供的帮助 提供的支持 是产生了分别心 产生了执着心 我们不是六种染心吗 六种染心有一种最染的染心 叫执着 执相应染 第二种叫相续相应染 第三种叫分别致相应染 所以分别跟执着 都是有望静出现 那么在生灭现象里面 一定会产生境界 这个境界 不绝的境界跟绝的境界 绝的境界跟不绝的境界 都容易被我们那个 这个两个都是望静 所以绝和不绝都属于生灭门 寒舍的内容 生灭门当中总体来讲 都是望 都是望 那么这点不容易理解 就是说 你生灭门当中 首先产生了不绝 这个我们容易 我们容易认识到 它是望的 那么因为这个望 你灭掉了 破何何时灭转时向 显现法身清静质故 法身清静质产生了 那么这个法身清静质 这是从哪产生的呢 是从刚才那个一切无明相 心实相产生的 所以绝是依不绝而产生的 所以相对于不绝 我这有个绝 所以绝和不绝 是不是都是生灭产生的 无明风起 无明起来了 不绝起来了 无明灭掉了 绝起来了 所以绝也是在生灭的 因缘生灭的 这个范畴里头存在的 所以绝和不绝 同属生灭门设 生灭门 含设了绝和不绝 生灭门是境界 凡是境界都是虚妄 所以绝相跟不绝相 它们相是有差别的 但是它们有一个 共同的相 就是真相 所以生灭的绝 和生灭的不绝 它们有共同的一个真相 就是真如 所以生灭就是不生灭 那么我们讲到这儿 若究竟离分别执着 所以在阿勒耶识 存在的前提下 产生了绝和不绝 这个境界 面对这个妄境 我们产生了分别和执着 如果我们把这个分别和执着 去掉了 我们就知道了 一切然法和境法 都是相对存在的 一切然法和境法 都是相对存在的 你看 因为无明而有了无漏 因为有了无漏 才显示出来原来是无明 所以无漏和无明是转化的 就是做梦的心 跟醒来的心是一颗心 那么做梦的心 跟醒来的心是一颗心 因为有醒的心 才会有做梦的心 因为有做梦的心 我们把它唤醒 才能得到醒心 所以你看 醒心跟梦心 是相对存在的 然法和境法 是相对存在的 既然是相对存在 那么它就没有尸体 没有尸体 这点比较深 所以既然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那它就不是独立的 它就没有自信 所以那是什么东西呢 它背后是什么东西呢 背后就是你看 绝与不绝有二种相 一同相 二异相 言同相者 如种种瓦器 结同土相 如是无漏无明 种种患用 结同真相 无漏无明 实战法 敬法 结同真相 就是一个真相 就是这个真如 那么它既然是真如 你能说它是色 你能说它是心 你能说它是智 你能说它是实吗 就不灵了 所以生命门当中 新的生命现象 产生了绝和不绝 而绝和不绝 实际上就是一个同相 就是真如相 既然是真如相 就不能说这个绝和不绝 是色法 心法 智法 实法 有法 无法 都不能说了 所以你看 生命即是不生命 生命所产生的绝和不绝 实际上就是不生命 生命就是不生命 那么没有这个不生命 就不会产生这个生命 一心而有二门 那么这个不 这个因为有不生命 所以才有一个随缘的不生命 投入到生命门当中 产生了绝和不绝 而随缘所产生的绝和不绝 它不变 不变初衷 不变它原来过来的那个真如 它就是真如 所以生命就是不生命 这里边讲究这意思 如果你能够离开对妄境的分别和执着 则知一切燃法 敬法 皆相待力 事故当之 一切诸法 从本以来 非色 非心 非智 非识 非无 非有 毕竟皆是不可说相 说到此地 那你对五蕴法 那五蕴法是法的一部分 是燃法 那么这个燃法 毕竟皆是不可说相 你怎么能说这燃法有生命 有涅槃呢 对吧 一切诸法从本以来 它就是真如 非色 非心 非智 非识 非无 非有 毕竟皆是不可说相 你把这些法分成生死相 跟涅槃相 是错误的 它本来就是涅槃 本来它就是真如 真如本来就出在涅槃的状态 它从来没有生过 也从来没有灭过 它从来没有生死相 也从来没有你说的那个涅槃相 你是因为有了分别执着 出现了境界 出现了妄境 你在妄境当中产生分别执着 把原来是平等的法 分成了生死跟涅槃 然后在你的妄分别 产生了妄境 妄境反过头来 又被你的妄心来执着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觉和不觉 是相代理的 相互依存的关系 而且是转换的关系 明白它是从别人转换过来 它就没有自体 不觉是一一觉故而有不觉 那么这个 这个一一觉故而有不觉 大家要注意 一一一不觉而说觉 你看我们 你看我们翻开这一段 看它是怎么说的 你看 那心生灭门者 心生灭门者 你看我们说 言决意者 为心第一意性 离一切妄念相 这讲心的决意 在生灭门当中 这个阿拉雅史能产生决 那么这个决是什么定义呢 为心第一意性 离一切妄念相 离一切妄念相 故等虚空界 无所不变 法界一向即使一切如来平等法身 它就定义了 什么叫心的阿拉雅史 所产生的决 依此法身 下边注意 依据这个法身 说一切如来为本决 你看 你叫法身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叫本决呢 我这个法身 我还得给它起个名字 它叫本决 本就是原来决呀 根本上原来是决 那为什么你要把法身立成本决呢 以代史决立为本决 因为它需要史决来恢复这个法身 所以我管法身叫做本决 如果它不需要有一个史决来恢复它 那你不能叫本决 对不对 你叫本决肯定是有所指 有所心理是有意思的 你什么意思 因为法身它一出现就出在一个不决的状态 你需要史决把它恢复 那么恢复前的 恢复前的状态叫本决 以代史决立为本决 然史决时即使本决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产生错误 有一个史决产生 他说然而史决时 当他觉悟的时候 开始觉悟的时候 即使本决就是你原来根本的 就是你原来那个本来的觉悟 无别崛起 没有另外一个新的决产生 那你为什么要立史决呢 又提了问题 立史决者他回答了 为什么我要建立一个史决的概念呢 为依本决 大家注意 为依本决有不决 你看 本决就是法身嘛 因为这个本决 他产生了不决 从来没决过 他虽然有本决 但是这个本决呢 一直处在不决的状态 你们为依本决有不决 依不决说有史决 依你不决 我才说不决去掉了 你开始觉悟了 那是不是开始觉悟这个史决 就刚才跟那个本决是一样的 你看 这句话 依本决有不决 依不决说有史决 就说明 然法 净法 是相互转化的 是相互 相互依存的关系 不决即无 真决亦前 不决没了 真决也就没了 它相对存在的 所以 既然明白它是相待力的 那么这一切诸法 就是没有自信 就是相待力的 那么这就是生灭现象 无陋生了 无明生了 无陋变成种子 那么无明灭了 无陋变成了现形 从种子状态变成了现形 那净法就产生了 那么无陋变成种子 无明起了现形 那么这个净法 就变成了燃法 所以它是一桩事情 也是说一心而有二门 真如门跟生灭门 迷了 真如就具体变成了生灭 那么觉悟了 生灭当体即是真如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真如 觉和生灭的迷 都是相对存在的 其实 觉也罢 你也罢 生死也罢 涅槃也罢 这都是相 在这个相当中 你别 这就是妄境 在这个妄境当中 你离开了分别和执着之后 你就知道 到了半天 这个妄境当中的 这个无陋 和妄境当中的这个无明 全是相对存在的 所以一切诸法都是真如 随缘变的 随你迷的缘变成了燃法 随你悟的缘变成了净法 净法 燃法 都是真如 不变的真如 随缘产生的 而随缘所产生这些法 都无自体 都无自性 自性都是涅槃的 是什么呀 你觉也罢 不觉也罢 都是一个真如 真如里边 没有觉 没有不觉 真如里边 没有觉 没有不觉 这个 没有觉 没有不觉的真如 所以产生了 觉和不觉 即使一切都不是 所以才能一切都是 一切都是 是这意思 所以 那么我在这儿 再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真如 就相当于这个房子 那你喝多了酒 进入这个房子 这房子就转起来了 所以呢 喝多了酒的人 相当于迷惑颠倒的人 他认为有一个转的房子 你酒醒了以后呢 相对于你那个转 你刚才不是喝多了 房子是转的吗 相当于你这个染法 这个错误的认识 这房子是转的房子 你现在建立的 另外一个错误 认为这个房子是不转 转与不转 是相对存在的 对不对 那么转的是染法 不转的是进法 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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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依存的关系 那么这个房子 有你说的那个转吗 肯定没有 那么有你说的这个不转吗 也没有 所以你那个转和不转 是不是面对这个房子 的原来的状态 那都是旺的 所以都是旺的 你还千万不要认为 我认为这个不转的房子 是真的 不是 这个房子从来就没有 你说的那个转 更没有你因为转 而产生的不转 那个概念 你不转也是错的 你不转也是错 也是旺的 所以不转 也在生命门当中包含了 绝为什么在生命门当中包含呢 因为你说那个绝 真如当中也没有 真如当中也没有 就相当于喝多了酒 进入这个房间 把这个房间看成转的 行了以后 然后你又说了一句 错误的话 说这房子不转 那么你这个不转 相当于你刚才那个错误转 而产生的 它是依据于这个错误的转 而产生另外一个错误的说法 叫不转 但是这个错误的说法 不转 毕竟是符合了原来的房子的状态 它不曾动 也不曾不动 它原来没有动和不动 但是确确实实 它没有动 那么你说这房子不转 是符合了它的不动性 你说它转 那完全是违背了这个房子 这房子从来没有动过 也从来没有不动过 因为你把我说成了动 那么你把我说成了动 是完全违背了房子本来的状态 你又把我说成不动 虽然这个不动 也是不对的 但是在不对当中 以言浅言 言中之极 在言语当中最最最逼近 这个房子状态的 这么一句话 但是它毕竟是一句话 是一句话 就不符合这个房子的本性 因为房子没有动和不动 它是离文字想 离言书想 离心缘想 它是真如 不能用文字来叙述它 一叙述就不是真如 就错了 所以你说真如是禁法 你说真如是染法 都不对 禁法染法是你的生灭现象 真如是不生不灭 真如里边没有染法 也没有禁法 因为没有染法 所以我们说真如是禁法 那么因为没有禁法 我们说真如是染法 行不行 不行 因为真如里边没有染 那真如里边没有禁 但是我问你 禁和染 哪个更贴近这个真如呢 你说这个房子 它确确实实没有动 也没有不动 那么你说这个不动的房子 这种描述 贴近于这个房子的本来状态呢 还是动的房子贴近于这个房子状态 那当然是不动的房子 更贴近于它 这个贴近 我们佛门当中叫乘性 符合这个房子状态的 叫做乘性 叫做清净功德 就是这个房子有一个像 你用语言来描述这个像 这个像你描述的对 它是不动的房子 那么这个不动的房子呢 虽然不是房子的房子里边 没有不动也没有动 但是你说它不动的吧 倒是对 它确确实实没有动过 因为它没有动过 所以你说它不动 最好你别说它不动 你正得这个房子本身境界最好 你要说它不动 你又落在生命门当中 你又落在妄想分别执着当中 因为有不动就有动 就是相对的 只要是相对的 那就不是那个真的 所以一切诸法从本以来 非色非心 非知 非识 非无非有 那么我们今天把这段讲清楚了 一一觉骨而有不觉 首先阿雷耶什灯产生觉 我们给这个觉 一个很强有力的描述 等虚空界无所不变 法界一向 即使一切如来 平等法身 依此法身 说一切如来 为本觉 依据这个法身 我们说 所有现在正得法身的这些如来 它原来是觉悟的 什么话呀 什么叫原来是觉悟 它不是一直在觉悟 我不是 那么原来是觉悟 所以我们管它叫原来是本觉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曾经有过一段不觉 那么就说了 依此法身说一切如来 为本觉 以待始觉立为本觉 那为什么你说 我原来是本觉呢 因为你需要通过始觉 来恢复你的法身 恢复你原来觉悟 所以原来的觉悟 叫本觉 你要需要通过始觉的这个手段 让它恢复 所以针对现在始觉 针对需要始觉 恢复原来的觉 我们管原来的觉叫本觉 所以你也别大惊小怪 那么现在这个始觉 很重要 没有这个始觉 原来的本觉恢复不了 一代始觉立为本觉 然始觉是 然而始觉的时候 即是本觉 就是你原来那个觉 那既然是原来的觉 为什么要立始觉 那么他就解释了 立始觉者 为依本觉有不觉 我们之所以立始觉这个原因 立始觉者 为依本觉有不觉 依不觉说有始觉 事有了觉 产生了不觉 根据这个不觉 我们又开始觉悟 所以我们立了始觉 这一切的一切 都讲的是新生灭门的现象 新生灭门当中 绝和不绝是相互存在的 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那既然是相互依存的 就不真实有 对不对 就和那右和左是相互依存的 你的转的房子和不转的房子 是相互依存的 其实 房子的本身没有转和不转 所以这个方向 没有你迷的西方 也没有你觉悟的东方 西方也罢 东方也罢 说的就是这一个方 就是真相 既然是真相 你就不能说它是东还是西 既然是真相 你就不能说 既然是真乌 你就不能说 它是觉还是不觉 结实不可说相 这就是一切法 的特性 那么我们说有五蕴法 五蕴法就是这么产生的 它实际上是真乌 它实际上真乌 是不变的真乌 随了谜的缘 产生了五蕴法 而随了谜的缘 所产生的 随缘所产生的 这五蕴 不变还是真乌 既然是真乌 你就不要害怕 它本来就是涅槃状态 它就是没有生过这五蕴法 那何必要害怕着生死呢 因为害怕生死 你为什么还要取涅槃呢 因为它本来就是涅槃的状态 本来它就是真乌 它一直在涅槃状态下 你干嘛还要怕它生死 要取涅槃 你已经获得涅槃了 就这意思 那么下面我们就继续学习 我们把这段又再复习一遍 复习一遍以后 我们今天我们这段就讲了 就把这个问题彻底的和盘托出 绝和不绝是相对存在的 都是生灭现象 无明生不觉起 无明灭不觉灭 无明灭无漏起 无漏起觉起 所以都是生灭现象 都是新的生灭现象 而这个新的生灭现象 是依据于不生灭的真如产生的 虽然不生灭的真如随着缘 产生了生灭的绝和不绝 但是生灭的绝和不绝不变 它就是真如 既然是真如 那么绝法 净 染法 不绝 那都是 都是 都是错的 都是不存在的 都是不存在的 你就别分别别执着了 执着分别 那半天都是一个真如 何必呢 那么下边就会有提问题了 那既然你说 一切法都是相待立 一切法都是毕竟不可说相 那为什么如来还说了那么多法呢 对不对 应有问约 一约 你看 我先把这段起心论解释一下 而有言说 是教之者 解释如来 善巧方便 假以言语 引导众生 令舍文字 入于真实 若随言执意 增望分别 不生实质 不得涅槃 这就是回答问题了 这个问题呢 他没有提出来 马明菩萨 自己 首先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 那你说 一切诸法 从本以来 非色非心 非智 非实 非无非有 毕竟解释不可说相 那都是真如不可说相 前面解释了 为什么 解释不可说相 那么为什么如来还要说这些法呢 而有言说 世教之者 皆是如来 善巧方便 那都是如来 为了度化众生的 善巧方便的安排 那么 假以言语 引导众生 凭借语言 凭借文字 言就是文字 语就是语言 引导众生 来引导我们 另舍文字 让我们通过文字 来舍掉文字 入于真实 你只要有文字相 你就入不了这个真实 你只要有诀和不诀 这个文字相 你就入不了真实 入于真实 若 如果随言之意 如果随着这个言 你执着他的意思 你执着他真有 真有生死 真有念盘 真有诀 真有不诀 增旺分别 你的分别就增加了 你看 这个分别是不是 忘心呢 那么这个忘心 是不是随着 有言说产生的 言说是不是 真是从法产生了 是 所以法就是忘境 我们所说的 静 忘境 就是人和法的出现 人和法 就是我们面对的忘境 面对人 我们有执着 面对法 我们有执着 面对人的执着 叫做人我执 面对法的执着 叫做法我执 人我执 把我们拉到六道 法我执 把我们拉到四圣 加起来六加四 是十法界 就是生灭的这一部分 这个生灭的世界 就是这十法界 那么若随言执意 增旺分别 如果你随着这些 释迦牟尼佛 给你讲了 说了很多话 说了很多言 你随这个言呢 你不仅没有舍掉 这些文字 入于真实 你反而掉过头来 随着人家说的话 你反而执着这些话 增旺分别 把你的旺分别增加了 那这是生死 这是涅槃 这是真如 这是一心 那就开始了 那么不生实质 那么你这样的话 增旺分别 你产生不了实质 不得涅槃 不生实质 就是菩提没有 不得涅槃 就是真如没有 那不得涅槃 那就处在生死边上 不得实质 就是没有获得实质 那实质变成什么了呢 解释相待力 这个实质就变成了烦恼 那么不得涅槃 涅槃是净法 净法 相待力 不得涅槃 就变成了生死 生死也罢 涅槃也罢 就是一个真如 所以真如里边 没有生死 没有涅槃 没有生死 所以我们才能 把生死去掉 没有涅槃 所以真如才举身 要度动生 它要活动起来 因为它没有涅槃 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 真如里边 没有生死 没有涅槃 没有生死 生死能去掉 没有涅槃 你不能歇着 因为真如里边 没有涅槃 你想我找一个 我什么都不干了 我就完全处在涅槃状态 寂灭状态 不可能 因为这不是真如 真如离涅槃相 离涅槃相 它一定是在活动着 它一定是有功德 它在搞创造 它在努力的度化众生 所以你认为 你什么都不干 是要真如 错 真如不是什么都不干 什么都干 但是不干生死 干的是什么 清净功德 干的是随缘度众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三桩事情 第一是生死 第二是涅槃 第三 这个是善法 只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能力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处在 真如的生死向上 真如里边没有生死 对吧 真如没有生死的染法 那么 真如有涅槃的净法吗 也没有 那么没有涅槃的净法 那么真如是 那是真如什么都不是啊 这既不是生死染法 也不是涅槃净法 不是 真如有清净功德法 你要把它发挥出来 所以真如里边没有生死的染法 生死染法可去 真如里边也没有 你所谓的 那个涅槃法 清净涅槃法 什么都不干涅槃法 所以它是无助涅槃 你要说 从它没有生死这个角度来说 它是涅槃 从它什么都 一分钟都没有停 在 度化众生 乐此忘疲 永不歇息 这一角度来讲 它又是无助 所以我们不得已 把无助和涅槃 这四个字 加在真如身上 其实无助和涅槃 从我们生命本上来讲 是矛盾的 要涅槃 它就不能无助 要无助 它就不是涅槃 那我们说 真如是无助涅槃 就这意思 那么它就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还要讲经说法 为什么十方世界 都是请转法轮 你看我们说 正德法身大事之后 一念景 便由十方一切世界 请转法轮 唯为众生而做利益 那就是让佛来转法轮 转法轮 你不就是说法吗 那么这个目的 因为我们众生 生活在语言的世界里面 生活在文字世界里面 所以如来善巧方面 利用我们所熟悉的语言 跟文字来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的目的 可不是让我们执着这个文字 领导我们的目的是 另舍文字 另就使 使我们舍去这个文字 入于真实 入到从新的生命门 走到新的真入门 若随言执意 增望分别 如果你随言执意 增加了你的望分别 那你就在生命门当中 一直停留着 不生实质 不得涅槃 这实质就是菩提质 涅槃就是克服了生死 那么换句话说 你要随言执意 增望分别 你就永远不能证得菩提 你就永远不能证得涅槃 那么我们看偶一大师 是怎么解释的 偶一大师说 遗约 就是又产生疑问了 前面这句话说完以后 产生疑问了 既云 结是不可说向 云和复说 真如生灭门等 诸言交耶 如果既然说 什么都是不可说的 这种状态 一切法都是不可说向 都是不能说的 那云和复说 那怎么又说 真如生灭门呢 那不是一心二门吗 等诸言交耶 等等这些言交呢 是意可知 那么通过这句话 我们他解释的意思 我们就知道了 对吧 而有言说 世教之者 皆是如来善巧方面 就解释了 为什么还要说 就是 就这意思 那么 结是如来善巧方便 假以言语领导众生 令舍文字入于真实 哦 原来是这个原因 让我们舍掉文字入于真实 用这种方便 来引导我们进入真实门 真入门 所以他才说 那是意可知 那么 欧益大师在这里边 随后 这事已可知 就是我们可以读这个原文 就可以看到 他解释这个疑问的解释了 然后欧益大师说 觉乎 就是哎呀 感叹 真是 就这意思 后世 随言之意 你看他说 随言之意 后世 在后世指的是什么后世 释迦牟尼佛以后这些时间 这一段时间 随言之意 随着言说 来执着他的意思 文说 就举例子了 文说真如受勋 听说了 真如受勋 便指 真如定当受勋 就执着啊 真如一定会受勋啊 一定会受染污 文说 真如不受勋 便知真如定不受勋 那么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是佛教当中的两大派 认为真如是要受勋的 是受染污的 那么真如如果不受勋 它怎么会产生生灭呢 所以我们认为真如是一定受勋 那么 佛在经教上说 真如是不可以染的 一切染法所不能染 那我们又说真如定不受勋 说真如定当受勋 说定当受勋 一定要受到染污的 和一定不受到染污的 都是错误的 都是随言之意 那么 佛在世的时候说 真如定当受勋 讲的是真如的随缘性 说真如不受勋 虽然随缘的真如 真如受勋 随缘产生了生灭 但是所产生的生灭 它不变 还是真如 所以说真如不受勋 是讲的真如的随缘不变性 说真如受勋 是不变的真如的随缘性 那么因为这两个 就产生了执着 说他受勋 他就执着 真如就变了 变成生灭了 那么说真如不受勋 就在生灭以外 有独立的真如 他不参与生灭 他不参与随缘 那真如不随缘 叫做不受勋 真如随缘变了 叫做定当受勋 这两个都不对 真如不是不受勋 受勋 受勋就是随缘 所以他不受这个因缘的勋 他怎么会产生生灭 怎么会产生生灭现象呢 所以真如定当受勋 但是这个定字就错了 真如受勋 就是真如一定随缘 那么说真如不受勋 便知真如定不受勋 这个定字就不对 真如不受勋 是对的 就是说随缘产生了生灭现象 这个真如参与了随缘 通过随缘参与了生灭的产生 那么这些生灭现象当中的这些真如不受勋 还是不变的 没有说在生灭以外有一个不参与生灭的真如 定不受勋 是这个意思 所以生灭之外找不到真如 真如以外也找不到生灭 就这意思 那么这个偶一大师说 就是随缘 他举了个例子呀 在佛后世之后就分成两派了 有人说真如 佛说真如受勋 他就说真如一定受勋 永远随缘 而且随缘产生了生灭就回不来了 真如就不再是真如了 就真的变成生灭了 还有一个说法呢 说如来说真如不受勋 就是说真如不受勋的意思是说 真如虽然随缘产生了生灭 但是真如并没有受到生灭的染污 所以说他不受勋 他一听了这话 他说 那么真如定不受勋 有一种真如是不参与生灭的 是不参与随缘的 一定远离随缘 远离生灭 凝然真如 在生灭以外有一个独立的存在的真如 就这意思 就是随缘之意嘛 增望分别 甚至分合饮水 甚至分开合饮水 认为我这是水 你那不是水 其实大家都是一条河 分合饮水 就是说 认为我这个合的水是水 你那合的水不是水 可谓增望分别 这可以说成是 真是增加了望错误的分别 望分别 不生实质甚矣 真是没有产生实质 太厉害了 这种现象 甚已 是 这种现象非常的严重 甚已 太厉害了 不产生实质 这种现象 太严重了 燃起马明护法之正指哉 马明菩萨 护法菩萨是二大菩萨 难道这是 马明所说的真如受勋 跟护法菩萨说的真如不受勋的正指哉吗 你看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启心论里边说 这个一切然法 皆以四种法相互勋习而产生 第一真如敬法 你看我们就说真如受勋 那么一亿真如而有无名 然此无名即勋真如 即勋义生忘念心 此忘念心复勋无名 以勋习故不觉真法 以不觉故望静相限 以妄念心勋习利故 生于种种差别执着 造种种业 受身心等无量苦报 因于真如而有无名 然此无名即勋真如 你看马明菩萨强调 真如随缘性 真如受勋所产生的生灭界 而护法菩萨强调的是 真如虽然受勋 变成了生灭 但是真如在生灭当中 你千万不要认为 这个真如受到了生灭的染 我才真的变成了生灭 他还是不变的 所以真如不受勋 是护法菩萨所强调的 他们是强调了一件事情的两面 那么马明菩萨强调了新的生灭门 一心而有二门 护法菩萨强调了新的真如门 所以你看这个维时跟波若宗 这两大宗派 维时强调了新的生灭性 怎么说有清净心产生了石浪 有无名风产生了石浪 从来就没有说石浪是真实的 真如里边有石浪 波若是讲的新的真如门 新的真如性 讲的新的不变性 那么维时是讲的真如的随缘性 波若是讲的随缘的不变性 所以这一心而有二门 很有意思 我们通过这样一学习 我们实际上慢慢就能理解了 佛门这么多几千年来 演变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这种随言直译 增望分别不生实质的现象 甚至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到今天一复如实 这一复如实 然其马明护法之正旨在 这哪是马明菩萨跟护法菩萨的 真正的正确的旨意呢 哪是他们正确的意思呢 不是 所以就讲到这儿 是不是对质邪指就讲完了 邪指我们再复习一遍 就是一切邪指 莫不皆以我见而起 若离我见则无邪指 我见有二种 一仁我见 二伐我见 我们把仁我见跟伐我见 全都学习完了 我们是根据了偶遗大师的炼网书来解释的 那么我们说解释十亿 解释分当中 这个起心论一共五分 一种叫作音 第一叫作音 为什么我要写起心论 第二叫利益 它的宗旨是什么 第三叫解释 我要解释我这个宗旨 我要解释我立下来的这个理论 利益就是利益理论 那么三是解释分 解释分当中分成三部分 第一显示实意 我们已经学完了 第二 破除邪指 我们也讲完了 邪指就人我见 法我见 显示实意 是把一心二门这个道理解释清楚 然后呢 破除邪指 是讲我们人 是讲我们凡夫 有人我执 二乘有法我执 要把这两个执着破掉 就是观点上的错误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见烦恼 那么第三个 这个见烦恼去掉了 破掉了 下面我们第三部分 解释分当中的第三部分 叫做分别修行正道相 这三部分构成了解释 分别修行正道相 诸位实际上就是克服四烦恼 前面破除邪指 是克服了见烦恼 那么人我执是六道的见 法我执是四圣法界的见 四圣法界的见 那么再往下 分别修行正道相者 包括实法界的四烦恼 是如何克服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继续学习 继续学习 分别修行正道相者 为一切如来得到正因 一切菩萨发心修习 令现前故 略说发心有三种相 一信成就发心 二解形发心 三正发心 就说下面我们开始学习 分别修行正道相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分别修行正道相者 就是这一部分 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是解释 分别修行正道 我们正道 道者达也 我们通过正道能够达到佛果 能够达到涅槃的境界 那么修行正道 我们就能达到这样一种目的 就是我们说的 得了实质 正得涅槃 分别修行正道相者 就是我来给你解释 修行的正道 就是这意思 分别修行正道相 这个分别可不是错误的 它在这里边就是 我来给你分开来解释 分开来阐述 修行的正道是什么样 正道相 正道的相 这样子是什么样 什么是修行的正道相呢 为这正道相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我要修行这个正道呢 为一切如来得道正因 那这就厉害了 所有的如来得道的 这原因是什么 原因都是因为 他们修行正道相 他们得到了如来 那你能不重视吗 你要想成为如来 你要想正得涅槃 你要想获得实质 那你不也得修行正道相吗 因为一切如来 都是修行正道相 以后 有了这个因 才正得如来 所以是一切如来得道正因 那么这些如来已经成了如来了 那他们在因地的时候干嘛了呢 修行正道相 修行正道 那么修行正道是因 正得如来是果 就这意思 所以 那么一切如来得道正因 那如来得道 如来的这个道 的因是什么 修行正道 那这个正道很重要 对我们来讲 那就不能错过呀 没有这个因 就不会有如来这个果呀 是吧 那么 所以一切如来得道正因 这就讲 已经成为如来的人 他们的因地的时候 干的这桩事情 就修行正道 那么一切菩萨发心修行 现在所有的菩萨们都在 一切菩萨 就没有一个菩萨不修行这个正道了 那这就很坚决呀 所有的如来 你看一切如来 都是修行这个称的如来 一切的菩萨 都是在发心修习这个 都是在发心修习这个正道 令现前故 让他从因正果 一切菩萨发心修习 令现前故 希望修正道这个因 能得到果报现前 佛果现前 略说发心有三种相 那么一切菩萨发心修习这个正道相 菩萨们要发心 修习这个正道相 大家注意这个发心这两个字 所以你看没有心就没有众生 说言有法者为一切众生心 你看 说大乘啊 有法即法 言有法者 就是我们提到大乘 一般是指两件事 从事上说一个东西是存在的 叫有法 那么从理上说 这个有法里边 为什么我们管这个东西叫有法呢 因为它里边有理 它是由法来成的 所以 言有法者 为一切众生心 世心则设一切世间出世间法 依此显示莫何言义 依靠众生心来显示大乘的意思 所以你看众生是 在心的上面加一个假的名字叫众生 其实众生的本质是心 你看说心生灭因缘者 为一切众生 依心意识转 心就是第八识 意就是莫那识 心意识 识这个识字就是前六识 你看八七前六八识 所以因为有八识心 我们戴着八识心 我们给他戴个帽子 叫做众生 其实众生的本质就是为识 就是这八识心 那么众生 我们一般一提到众生 我们往往忽略众生的心 所以众生是由于有心 才因为有八识心才产生了众生 那么如来呢 如来是从众生演变过来的 是修行正道相而过来的 在修行正道相的过程当中 怎么把这个八识心 转变成其他的心 而其他的心就是佛心 我们在其他的心上面 我们在冠以一个名字叫如来 大家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如来也是论心的 不是说你想当如来就当如来 你得有如来的心 我们管这种心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如来 那么众生呢 也不是随随便便叫众生的 你有八识心 我才管你叫众生 所以心是特别重要的 心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你看 我们有八识心 我们叫众生 这八识心起作用 我们把众生分成了十法界 六种染心 染心啊 所以八识心被塑造成六种染心 这六种染心形成了 这个六种 六类众生 那么这是染心 石它没有染 石是因为无名风动起石波浪 是无名所产生的 动了 因为这个动的这个石浪 最后形成一个 形成一个怎么说的集结吧 这八识就产生了六种染心的集结 直相应染 相续相应染 分别致相应染 现色不相应染 所以它是 这个六种染心是八识的启用 八识产生作用了 产生六种染心 六种染心产生了十法界众生 那么你要说众生 确确实实 就这六类染心的众生 而这六种 六类染心的众生当中 它们的基础都是因为有八识 所以八识 生灭与不生灭 呵呵 那么换句话说 这六种染心 是利用这八识的原材料 打造出来的 随着染心的逐步克服 我们就离开了八识 离开了八识 染心没了 六种染心没了 八识也就全错掉了 因为就这八种原材料 产生了这六种染心 我把这六种染心消灭掉了 那么是不是八识也就不存在了 因为八识只要存在 它就要形成染心 没有在染心以外 独立的八识 换句话说 这个八识若是金的 它就生产这种八种金器 这八种金器以外 没有在金子的原材料了 就这意思 那么众生 有六种染心 那么我们在从染心当中 凡染成净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需要把这染心改变 所以我们要发静心 发善心 发静心 翻染成净 那么 意思就是说 一切菩萨发心修习 你要发一种心 来修习这个正道相 换句话说 这个正道相 在修行正道相的过程当中 你得逐步的发善心 发静心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分别修行正道相 是事 分别修行正道相 是静 静随心转 这里边的心 发出来了 才能修行正道相 修行正道相 产生了静心 静心反过头来 又鼓励我们继续修行正道 心静相互作用 所以 菩萨们也不是说没有心 佛也不是没有心 他们也有心 我们看看 他们发的是什么心 六种染心我们学习过了 是由八十所打造出来的 离染是有次第的 六种染心是一步一步离开的 那离步一步离开过程当中 伴随着而来 这个心是不可能不存在的 说六种染心没了 我没心行吗 不行 你一定会有六种染心 你看染法静法 结香带力 六种染心没了 这六种染心干嘛去了呢 变成了这些 菩萨们的发心的这个心 来修 这个心干嘛呢 我们六种染心在造业 起获造业 一业受苦 这人家菩萨发着心干什么呢 修行正道相 人家不造业了 人家修行正道相 明白这意思 所以菩萨们不是没有心 菩萨们是发心 发心干嘛 修行正道相 我们是染心 我们是染心 染心干嘛 起获造业 所以贵在 最重要的不是把染心 彻底的灭掉 而是把染心 转成菩萨们的发心 重要的是 不是把起获造业去掉 是把起获造业 改变成为修行正道相 这是修行正道相 所以你看没有 我们说起获造业去掉了 我们处在涅槃状态 没有 人家都是修行正道相的 哪有涅槃啊 非常积极啊 一刻不休息啊 特别精进勤苦的在修行正道相 他怎么会落在涅槃那边呢 他只是不起获造业 他把起获造业的能力 变成了修行正道相的能力了 所以真如离生死相 起获造业 离涅槃相 修行正道相 一分钟都没休息 这是就这个意思 那么分别修行正道相者 他就解释了 我们下面来分析 修行的正道 他的状态 相就是状态 他的情况 相就是情况 为一切如来得到正义 首先他给一个大前提 这些修行正道相 你还别不重视 所有如来得到的因 就是这个修行正道相 那么 所有如来 一切如来 一切菩萨发心修习 一切菩萨在修习 他的过程当中会发心 因为发心 修习正道相 因为修习正道相 所以才会发心 相辅相乘的 那是不是就净熏习 是这样 那么一切菩萨发心修习 令现前过 目的是什么 让这些得到的正道 能够现前 修行正道 那么得到 就是现前就是要得到 因是修行 果呢 是得到 他现在想让果报现前 令现前故 略说 发心有三种相 发几种心啊 修行正道相啊 换句话说 我在整个修行正道相的过程当中 我伴随着发心 发了哪几种心 所以净空老和尚 老法师老说 经教是用来给我们 教给我们修行 另外一个是留给我们做证明的 那么这里边就有这个意思 当你真正在修行正道相的时候 在不同的阶段 你会发不同的心 发不同的心来修行不同的阶段的正道 那么这个过程 他给记住下来以后 你可以自己对照 是不是你发了这个心 你就能够自己 勘验你自己的境界 所以经教是用来做证明的 是标准答案 那么略说发心有三种相 这三种相都给你写清楚了 你在你的整个的修行过程当中 你到了什么阶段 不用问别人 你就看起心论你就明白了 你这个心发到了哪一种心 它都有陈述 你没有发到他说的那个心 你没到这个阶段 你到了这个阶段 你一看这个三颗心 你就明白了 我到了这个阶段 所以经教既是指导我们修行的指导原则 也是我们的标准 修行的标准答案 就这意思 略说发心有三种相 发哪三种心啊 修行正道相当中 你看一切菩萨发心修习 他不是说修习 他是发了心才去修习 那发哪三种心啊 来修行正道相啊 略说发心有三种相 一信成就发心 信成就信味修完了 他这个时候自然就发一种心 你看先修行信味 然后发心 那这个发心是在信修成以后发的 而不是说先发一个心去修信味 他是先修信味 然后呢 发一种心 就是信成就发心 第二一个解行发心 解行修完了发一种心 境界啊 有心才有菩萨啊 那菩萨的境界完全是根据你修行所产生的 大家注意啊 不是我自己享有这个心就有真心 完全是通过修行正道 而慢慢提高自己心的境界 所以你看他都是信成就发心 解行发心 先得真干了 你才能改变心了 就这意思 先得止才能灌了 只灌 就这意思 所以你看解行发心 解行味的菩萨也是修行啊 理解跟修行 理解和修行 做到纯熟了 他就发一种心 第三一个呢 正发心 你正得佛果之后 那你那个佛心是什么心呢 他就讲的是这个 就是三种心 所以他三种心 大家注意看 他都是把修行放在第一位 把发心放在第二位 这就是我们老和尚经常说 放下而已 你放下了 你的心才能跟着产生 跟着产生 所以你看 我们在强调个人修行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观止 观就是心 我们都说止观 先要干 所以你看戒定慧 他先说戒 戒就是止啊 戒就是修行啊 然后你自然就产生慧 这个慧就是我们说的发的心 发的心 所以你看戒定慧 你先是止 后是慧 后是惯 先是修行正道相 然后才是发心 所以你说我现在不修行 我就发心 你这个心不是真心 你一定是修行到一定阶段 然后你发出一种心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把这个次第解释得很清楚 那我们下面再接着看 偶遗大师对这一段的开始 分别修行正道相 我们再读一遍 分别修行正道相 为一切如来得到正因 一切菩萨发心修习 令献前顾 略说发心有三种相 一信成就发心 二解形发心 三正发心 我们说你看这就说了 信解行正四个阶段 正得佛果 那么信解行正是修行的正道相 通过修四位 信位 解位 行位 正位 那么这三个位 信成就 解形 发心 正发心 那么他的心的状态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那么一切 偶遗大师列网书是这么说的 一切如来得到正因 那么你看刚前面这段开始当中 分别修行正道相 修行正道相 是一切如来得到正因 偶遗大师解释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即所谓十方如来 一门超出 庙庄严路也 经教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十方的如来 就是一门 只有一个门 超出 庙庄严路 就是路只有一条 十方如来 一门超出 庙庄严路 只有一个门路 就是信解形正 正道相 没有第二个 十方如来 表示如来很多 东南西北 东北东北西南 西南西北 十方如来 就是这一门 就是这一条庄严路 一门超出 庙庄严路也 所以千万不要再想着 十方如来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路径 可以修成 没有 没有 那么 既所谓 十方如来 一门超出 庙庄严路也 一切如来 得到正义 这句话的意思 就这个 一切如来 得到正义 因正 欧比达说 则果自正 因为你修行的 这个因地的修行 这个因正 则果自正 那么得的结果 自然就正 这样 这是肯定的 你看 那个 我们说 莫那诗当中 就是一时 一 也不觉 一 按了也时 有不觉 无明不觉起 能见能陷 能取境界 分别相许 说明为义 这个义当中 有第五个名字 此义附有五种义名 第五个义名叫做 相许史 认持过去 善恶等业 令无失坏 成熟 献味 苦乐 等报 史无伟悦 这个义 这个义 也叫莫那时 它有第五个作用 就是 怎么着呢 认持过去 善恶等业 认持就是保持 过去 你过去 善恶等业 等 等 不善不恶 无忌业 所以业分成善恶和无忌 善恶等业都被它保持住 干嘛 成熟 献味 苦乐等报 把它成熟 作为种子状态 它可以成熟 让它发芽 让它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成熟 献味 苦乐 等报 果报 把这个过去善恶业的种子 给它成熟 变成现在和未来的 苦乐的报应 这是我们义时的 我们莫那时的义的作用 第五个作用 那么 因正则果自正 就是莫那时的作用 我们这颗心 有这颗作用 你只要种的因正 它成熟 现在或者未来的果报 就正 所以这句话 不是随便说的 因正则果自正 这是我们心的特性 因邪则果自邪 所以我们要强调的说 菩萨为因 凡夫为果 为什么菩萨为因呢 因为因正果自正 因邪果自邪 所以果上咱们不用琢磨了 我现在抓紧时间 把因给摆正了 因只要正了 果自然就正了 我就不用再操心果了 我凡夫呢 凡夫为果 是什么呢 种因的时候 不知道因正果自正这个道理 不知道因果规定 果报现前的时候 着急了 恐慌了 害怕了 他不知道 这个果报 恶果现前 是因为当时因恶呀 所以菩萨 他知道因果规律 他对种因的时候 他就防止 我将来的恶报现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学习的佛法 知道阿赖耶石上面 有一个叫莫纳石 这个莫纳石当中啊 有五个作用 这第五个作用太厉害了 把过去未来现在的事情 给串在一起 怎么说呢 启辛勒上是这么说的 认识过去善恶等业 令无失坏 使他不丢掉 不丢掉存起来 会不会坏掉呢 会不会变质呢 不会 好的 他永远是好的 坏的 他永远是坏的 丢掉没有 丢不掉 所以我们经常读感应篇 读感应篇指讲当中 说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我也有时候给孩子们讲 那孩子们都觉得 好像像神话一样 就吓唬我们呗 哪有这事 说人死的时候啊 到阎龙王那儿 阎龙王啊 让小鬼把你那些档案 都拿出来 档案拿出来完了以后啊 有很多卷宗 很多卷宗记录着 你的善事跟恶事 然后呢 你就是说 你过去在哪吐过一个坛啊 在哪什么留过脚印啊 说过哪些话呀 甚至瞪过谁一眼啊 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哎呦 这些死的人的这些浑石啊 这些灵魂啊 来到这个阴间 来到阎龙王前面 就觉得好像特别吃惊 怎么这么多事情 连我都想不起来了 怎么阎龙王 怎么查得这么细啊 没有一个漏掉的 蛛丝马迹全都存好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哪有这个功夫呢 你想我一个人 这么多年 他都记得清楚 世间上有这么多人 他能都记很清楚吗 当时我们觉得 我自己在没学起信论的时候 我在读到改影片的时候 我觉得反正 我自己的信心不足 我觉得这就是吓唬人 这就是这么说吧 反正劝善吧 这个无所不用其极 因为很多善巧方便 说你走的时候 到阎龙王那 阎龙王让小鬼 抬出这些文件 这文件善的 给你放在天平的左边 恶的文件 给你放在天平的右边 称一称他们俩谁中 根据你善恶业的 这个重量 然后给你小鬼 到哪去投胎 那么学完起信论 我觉得这是真的 这个阎龙王 实际上就是 你的莫纳什的 第五个作用 他就认识过去 善恶等业 令无失坏 那么阎龙王 他不就是把你过去 这一生当中的 善恶等业令无失坏 都给你存好了吗 所以 阎龙王是真实的 是你莫纳什的显现 莫纳什的显现 是莫纳什所成的像 所有境界像 都依心而产生 若离妄心 则境界相灭 你有妄心 他就有妄境 那阎龙王是一个妄境 那么是你的妄心 莫纳什产生的 那么莫纳什这个作用 那他必须得显示一个境 给他完成 那个境 那就是阎龙王 他干嘛呢 阎龙王 那么任何一个众生 都有莫纳什 所以任何一个众生 都有负责你的阎龙王 这你就 别再埋怨阎龙王了 是你自己内心的事 阎龙王是你自家的事 阎龙王是你心里的阎龙王 你这个事不能埋怨别人 凭什么他要管着我 他是谁派来的 谁让他来管我这些东西 是你的心自然的 就说你心里头 有阿弥陀佛一样 你的心里也有阎龙王 你只要有莫纳什 他就有阎龙王 认识过去 善恶等业 令无是坏 你看看 是不是都统计好了 成熟 献为苦乐等报 史无违约 成熟 就是 让他成熟起来 苦乐等报 善恶等业 联系的未来和现在的苦乐等报 史无违 违反什么意思 违反就是原来是善的 变成恶报了 那不可能 原来是恶因 现在变成了善报 这个违就违 违反 违背 背了 不会 不会有180度的这种性质上来不一样 乐呢 也不会超过 你的善是八斤吧 你的善恶等业令无是坏 成熟献味 苦乐 你的乐呀 也绝对不会八斤办 史无 没有越过 你要做的善因是八斤 你的乐报一定是八斤 你的善因 你的恶因 如果是七斤 你的苦报一定也是七斤 伪悦 伪 就是颠倒性质 悦就是超过 不会的 那么 因正 则果自正 这句话 是有处处的 是有处处的 因为我们在生命门当中 就是靠这个因果规律 在从事着心的生灭现象 什么东西在执照的 执照着我们一心而有二门 真如门 心生灭门 心生灭门的规律 生灭的规律是什么 因果规律 原来我们没有学起心论的时候 我们对因果规律的认识 好像不坚定 不坚定 真的有因果吗 现在我们学习了起心论之后 我们发现起心论讲的就是八识心 八识心当中的第七识 叫莫纳识 也叫义 这个义的第五个作用 就是干这个 把善恶 认识过去善恶等业 业因 令无实坏 成熟献味苦乐等 果报 使无伪悦 那你就知道了 心的生命现象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世间 实法界 都是英国法界 都是背后英国的这个铁律 在操纵着生命现象的 变变化化 变变化化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桩事情 我们就知道 阎罗王 地狱 小鬼 然后你看 根据你善恶等业 那个阎罗王给你盘算好了以后 给你算账 你看我们呢 看这地狱变相图当中 还有阎罗王拿着算盘 劈了啪啦 劈了啪啦 那就是成熟献味苦乐等报的必然过程 他不得给你算账吗 心服口服 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百事实讲道理 伪悦 善恶等报 成熟献味苦乐等报 史无伪悦 那你到最后你是 那非常公平的 没有违反的 也没有越过的 也没有超过的 你该得的一点你也少不了 你不该得的也不会给你 你该得好的绝对不会给你坏的 你该得坏的绝对不会给你好的 你放心 你看我们经常说那个言语 人善人欺 天不欺 人恶人怕 天不怕 到了那个时候 莫纳什就干这个 你在人间 人善人欺 人间你当善人 别人欺负你 天不欺 莫纳什不欺负你 莫纳什就是天 就是天 人善人欺 你人善良 人就欺负你 天不欺 莫纳什不欺负你 你让人欺负你 你受了冤枉 你到了莫纳什那边 他不会这么看 他不会欺负你 因果规律不爽 因果规律丝毫不爽 就这意思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大家就要清楚 我们今天所做的起心动念 造业 业不外乎三业吗 对吧 认识过去善恶等业 哪些东西在造业 再造善和恶呀 申口意 欧阿哄 就是这三个 申口意 就这三个器官在造业 你把这三个器官 给他管好了 让他制造善业 就行了 甚至制造敬业 申拜佛 口念佛 心意佛念佛 敬业 那这个敬业的种子 让莫纳师受持了 认识过去 善恶等业 令无失坏 那你这个三个器官 申口意 所造的这个敬业 被莫纳师认识 保持着 他不会失坏 金刚不坏种 坏的那些申口意 对不起 也是金刚不坏种 不会失去的 那与其这样 既然我们有莫纳师 既然莫纳师 他有这个仓库 保管员的这个作用 那我们为什么 不往这仓库里 多放阿弥陀佛呢 我们的嘴 为什么不多说阿弥陀佛呢 我们的身 为什么不多拜佛礼佛呢 我们的心 为什么不多 意佛念佛呢 因为这些东西 不存得意 一存就永远存在那了 诸位 那不仅存在那 他还有用呢 成熟献味苦乐等报 史无伟悦 那么你以后 现前当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一佛念佛是不是是因啊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是不是果呀 是果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是不是莫纳师的作用 成熟献味苦乐等报 史无伟悦 是 那为什么他能成熟 现在和未来的 让你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果报呢 是因为你过去生当中 是因为你过去当中 认持过去善恶等业 是因为他过去 存了这个业呀 他最后才成了这个报 所以叫业报啊 你没有阿弥陀佛这个业 你怎么会有在临走 或者现前的时候 功夫成熟 见到阿弥陀佛这个报呢 所以偶艺大师在这短短几个字 六个 因正则果自正 不是开玩笑说的 不是随便说的 它是完全是新的生命门当中的 莫纳师的第五个作用 因正则果自正 所以说佛法 就是因果法 一点不错 因为佛法讲的就是异心 异心当中有一个新的生命现象 生命现象当中的背后的规律 就是因果规律 而背后的因果规律的操纵者 就是莫纳师 而莫纳师的第五个作用 就是刚才我说的 把业因存住 把果报实现 而且不会违背 不会越过 不会超过 所以功不堂捐 我们老和尚在讲的时候 经常讲功不堂捐 你修的修行的功夫 绝不会白费 所以你看 印光大师经常劝戒弟子们 一分成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敬得十分利益 很多人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一分成敬得一分利益 我怎么觉得我成敬 我们不会得利益呢 成敬是因 得利益是果 成敬这个因 被莫纳师存住 认持保持住 成熟未来 成熟 现味 苦乐 等报十五月 那么 未来当中 和现代当中的 这些乐的报 就是因为你那一分成敬得到的 你看 所以 印光大师 他说这句话 是白给的吗 是瞎说的吗 你看 一分成敬得利益 一分利益 是不是一对一吧 没有违背 没有越过吧 一分成敬得一分利益 一分成敬是因 得一分利益是果 这个果 对这分因来讲 史无违约 没违反 成敬得利益 不会说成敬不得利益 没有 那么得多少利益 一分成敬 一分利益 没有越过 十分成敬得十分利益 成敬已经到了十分 你看你得的利益 这果报 也是十分 没有越过 所以老和尚这句话 很多人不理解 很多人不相信 实际上我们今天觉得 学了起新论以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祖师大德的这个 这个开示啊 这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那不是说 那不是说过来人 那不是再来人 那怎么可能说出这么 这么这个 让我们这么容易理解 这么容易操作的 这些精辟的开示呢 那都是因为他们 深深的了解 这个理论上的 莫纳什的这个作用 所以他们才说出 这份话来 这个话不是白说的 不是白说的 所以我们学习 我们不学习 我们真的不知道 祖师大德的这个 这个厉害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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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慈悲啊 所以 所以我就想到这儿 因正则果自正 就是莫纳什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边说了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一分成净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净得十分利益 菩萨未因 凡夫未果 我们今天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正明 就是因正则果自正 所以你就修因就行了 你别老想着果 所以你看我们佛门当中 经常说活在当下 只问修行 不问虔诚 莫问虔诚 为什么修行是因呢 修行正确了 虔诚自然就正确 你还用关心吗 就这个意思 所以一切如来得到正因 这句话的意思 即所谓十方如来 一门超出妙庄严路也 因正则果自正 故需发心修习 那你就需要发心修习这个因了 因为他因正 他自然果报就正了 所以你就要发心修习这个因 什么是因呢 信解行正是因 你要发心修习这四个因 把这四个因修好了 他得到的果报自然就正 令其现前他解释了 就故需发心修习 令其现前 就要达到信位 达到解行位 达到正位 让他现前 你需要发心修习 信解行正 那么这是信解行正是因 得到的这个如来是果 你要发心修习 达略明三种发心音像 我们在这里头 达是指 指简单的说明 三种发心的音像 发心是因 修行信解行正是果 那么我们为什么 我们在这里只是讲三种 在因地的发心的这个音像 不必详辩果像 不用再详细再解释 这种发心的音像 产生什么样的果像呢 还用详细阐述吗 因正则果自正啊 对不对 那我只要把音像 给你解释清楚 你发心修习 将来得的果像一定不会错 这是一层意思 在这里边 偶尼大师说 在这儿我们 为什么启信论里边 只是分别修行正道像 来讲发心呢 是因为这样一种安排 但略明三种发心音像 它这里边之所以 只是简单的阐述了 三种发心的音地的这个发心 这个情况 不必详辩果像 它不必 没必要再详细的给你解释 果像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以如来果像 潜于显示大乘体相用中 以略明固 因为如来的果像 我们是不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 潜于显示大乘体相用中 以略明固 你看我们新的生命门 能够显示大乘体相用 那么我们新的生命门 已经讲完了 讲完了新的生命门的 能显示大乘体相用 那个新的生命门 这一节当中 我们讨论过大乘的体相用 那就是 那就是如来的果像 在这儿呢 我们就不再论述了 我们在这主要论述的 在前面所论述的大乘的体相用中 所说的 所阐述的如来果像 是什么因产生的就行了 三种发心的因 发心是因啊 发心音像 最后产生了大乘的这个果像 体相用啊 这个果像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说 但略明三种发心音像 不必详辩果像 以如来果像 潜于显示大乘体相用中 以略明固 因为已经简单的说明了 这个原因啊 下面就开始了 信成就发心者 信成就发心者 这不是三种发心吗 音像吗 信成就发心者 一何谓修何行 得信成就堪能发心 他就先 不是三种发心吗 音像啊 那么先讲信成就发心 信成就发心 信未修完了 他发了心了 这发心呢 发心是因啊 成佛是果呀 那这个发了这个心 他就问了 依何谓 依据何谓修信成就发心呢 修何行啊 修什么行 才能够信成就发心呢 就这两个问题 依何谓修何行 得信成就 才能得到信的成就 堪能发心 才能发心呢 这是两个问题 我依何谓修何行 能够得信成就 同时 我依何谓修何行 我得了信成就 我才能发心 啊 那么他就解释了 啊 那么当之啊 世人 依不定据 依法熏习 以善根利固 身信业果 行实善道 验生死苦 求无上绝 执欲诸佛 及诸菩萨 成事供养 修行诸行 经十千节 信来成就 从事以后 或以诸佛 菩萨教力 或以大悲 或因正法 将欲坏灭 以护法固 而能发心 即发心 以入正定句 必静不退 诸佛种姓 圣音相应 这是讲 信成就发心 他就提问题了 依据哪一个位啊 修什么行啊 能够得信成就 还能发心呢 他就这一段开始 就解释了 提了这几个问题 就回答了 是依据何位 修何行 能够得信成就 能够发心 那么偶遇大师 关于这一段 信成就发心的开示呢 解释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一块学习 依不定句者 他说 依何位啊 信成就发心者 依何位 修何行 得信成就 还能发心 他说 当之世人 那启信人说 就是说 修信为成就的人 依不定句 是哪些位次的人 在修信成就啊 是不定句的人 在信 在这个位的人 在修信成就 依不定句者 欧易大师解释了 欧易大师 对于这段话 解释是这样说的 依不定句者 明其所依位也 这句话就产明了 修信为 其就是修行信为的这些人 所依的位是什么呢 叫不定句 他所依的位 是不定句的位的人 来修行信为 信成就 信修成了 他就变成正定句了 所以修行信为的这些菩萨们 是不定句的 是不定句的 明其所依位也 明其就说明了 谁来修行信成就 发心呢 明其所依位也 是那些不定句的人 在修 这个 他说 当之世人依不定句 这句话一说出来 就阐明了 其那些修行信为的菩萨 所依的位子 是什么位子 以法熏习善根利固 那么 以法熏习善根利固 就是佛法的熏习 产生了善根的利 有了善根 这善根是要发力的 是有力量的 你看 你得开熏习吗 离不开熏习 所以 这熏 是不是我们前面讲过 体熏 用熏 因地的体熏 你有如来啊 你有真如啊 我们每一个众生 等有真如 体熏 然后果地上如来的用熏 帮助我们 用熏当中又分成平等熏 跟差别熏 那么这个平等熏 跟差别熏当中呢 这个体熏和用熏当中 又分成相应和不相应熏 你看 首先分成体熏跟用熏 体熏用熏当中又分成两类 相应和不相应 这些都是熏习 以法熏习 善根利固 那么这种熏习就产生了善根 这种善根是要有力量的 这个力量的表现是什么表现呢 深信业果 某一大师说 深信业果乃至修行诸行 你看 他就把它总结了 这样一句话 在启信论里边是怎么说的 深信业果行实善道 修行业果行实善道 焰生死苦求无上觉 执欲诸佛及诸菩萨 成事供养修行诸行 这七件事 那么偶一大师在这里边说 深信业果乃至修行诸行 这七件事 说明什么问题呢 明其所修行也 你不是说吗 依何谓修何行 前面依不定句 说明了他的修行的人的谓死 深信业果道修行诸行 这七句话 说明了其所修行也 他说明了他所修行的是什么 东西 一何谓修何行 对不对 一不定句 修何行呢 修何行 深信业果行实善道 焰生死苦求无上觉 执欲诸佛及诸菩萨 成事供养修行诸行 修行这个 就能得信成就了 是不是 就能得信成就了 那么修行多长时间呢 那修行多长时间呢 他说 经十千节信乃成就 那么十 你看 这是说 我们阐述了 阐述了 他所修行 是什么 他意义什么位 修什么行 这就解释完了 下边启信论说 经十千节信乃成就 那么 信乃成就 十千节 经十千节信乃成就 十千节之后 信乃成就 经十千节信乃成就 那么从事以后 经十千节信乃成就了 从这以后 或以诸佛菩萨教理 或是因为诸佛菩萨教育的力量 或以大悲 自己有大悲心 或因正法将欲坏灭 或是因为正法将要坏灭了 以护法雇而能发心 我们前面讲了 一和为修和行 对吧 得信成就 经十千节得了信成就 那下面还没有回 还没有回答 怎么才能发心呢 得了信成就 不一定发心 他怎么才能发心呢 从这以后 得了信成就以后 三种情况 他会发心 或以诸佛菩萨教理 佛菩萨直接教育 信成就 佛菩萨来亲自教育 或以大悲 看到众生苦 要发心救赎众生 或因正法将欲坏灭 是因为看到正法将要坏灭了 我一定要发心 把正法弘扬起来 以护法雇 我要护持佛法 而能发心 所以三个原因 导致于你 信成就以后发心 他说 偶尔达说 十千节以下 明其得信成就 堪能发心也 所以十千节以下 就解释了 就解释了 十千节以下 到哪呢 既发心意以前 经十千节信乃成就 从事以后 或以诸佛菩萨教理 或以大悲 或因正法将欲坏灭 以护法雇而能发心 到这儿 就回答了 得信成就 堪能发心 就是我前面 依何谓修何行 回答了 那下面 十千节以下 就回答了 怎么才能得信成就 依何谓修何行 经十千节才能成就 回答了时间 你在什么谓 你修什么行 经过多长时间修信成就 同时告诉你 怎么才能发心 或以诸佛菩萨教理 或以大悲 或因正法将欲坏灭 以护法雇而能发心 那就把这些 依何谓修何行 得信成就 堪能发心 就通通回答完了 那么 既发心意 最后这一句话 既发心意 入正定句 毕竟不退 祝佛种姓 圣音相应 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 欧比大说 既发心意 以下 既发心意 后边这几句话 明发心之利 产明了 发心之后 你得到的利益是什么 发心以后 得到的利益是什么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下次再继续学习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